今晚我們說通靈 請了一中一西的師傅上來 我們有請塔羅斯、羅詠 和法科師傅陳發齊, 有請兩位 歡迎… 歡迎兩位 好了, 真是… 陳發齊師傅, 我上網找了你很多資料 羅詠是第一屆通靈之王的得獎者 我很認識你, 但你也要介紹一下 自己給觀眾認識才行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是塔羅斯, 羅詠 無論你想問前世今生 所有你想知道的問題 都可以問塔羅 包括姻緣、事業和你的未來 都可以問塔羅牌 好的, 到陳發齊師傅 大家好, 我是錄音傳教師傅陳發齊 我會比較對觸軌、驅邪、靈異的 會有些研究 那通靈呢? 多不多通靈嗎? 都會多的 都多這些練習 今晚你即場通靈是否比較少 即場… 即是在電視機面前嗎? 要看時間比較少 是嗎… 錄音比較多 好的… 好… 好, 這時間請羅詠準備一下 好嗎? 稍後我們會馬上請羅詠用水晶球通靈 好, 我們找兩位拍檔一起跟他通靈 好, 這時間 師傅 我們要送禮物, 是嗎? 是, 當然 先送完禮物, 好 好… 沒錯 我們一如既往 是 就是會有特別的小禮物送給大家 就是我們的水晶樹 就是我們陳發齊、師傅 精心挑選和開光的水晶樹 一樣, 每一集我們都會問大家一條問題 如果你是答中又被抽中 是 就有機會可以得到 而且這集呢… 這集加碼 是 因為你那件呢? 村仔最喜歡的就是送禮物 這集加碼 羅詠嫻拿了這個, 是 叫什麼禎? 是, 你可以說的, 你在那邊說 是紅色那條, 紅桶發 九運之王 兩條都送出來了 沒問題, 一條呢? 就送這個, 好 紅桶發, 水晶之王 就是健康和財運 是 另一條就是水晶之王財運的 太金, 最強正財、偏財 就是如果今晚就送這個 是 明晚我迫你送這個 好, 沒問題 好嗎? 好… 好, 那這集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交給Jojo 好, 來 對了, 問題就是我這邊 我瞬間轉移了 這集的問題是問我們Darren 如果Darren可以選擇的話 究竟他會選擇去學這個A 是B, 中式法術 還是B, 西式魔法呢? 對了, 如果大家現在是 賣 TV Super的檢查室 就會看到A、B兩個選擇 大家就可以選擇你的答案 並以最終的答案為標準 是, Darren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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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給你提示? 是 好吧 不要看我的樣子這麼中式 其實我個人有點小 大家都知道… 是, 這不是提示 好, 不如這樣吧 稍後我跟陳發齊師傅聊天 是, 羅詠, 你們準備好了嗎? 是不是好了, 好 我想大家都會很緊張地看 這個叫水晶球通靈 我還緊張? 吸一口氣, 好 我們馬上交給羅詠 進行水晶球通靈法 還有, 我也要看一看 你們不用怕, 放心 師傅在這裡 現在櫃面上 有四元素的水晶 四元素的水晶 就是增強我們的第六感 讓我們更容易給靈體訊號 我們首先要做一件事 就是有些僻邪的物品去除 因為這個紫馬路有僻邪 我先除掉了 你們覺得僻邪是否找到除掉? 沒有 好 馬上開始 我們現在… 我要先帶你們去一圈古裝街 叫一些靈體回來 然後我們才問他們的問題 你們是否熟悉古裝街路? 是, 經常去 每天都去 很重要 我們現在先閉上眼 集中精神, 放鬆自己 我們幻想眉心有一道力 有一道光, 好像一把劍一樣 我數三二一, 就發出去了 然後我們幻想自己在城門下 那個閘下好不好? 好, 3、2、1 好, 我們現在在城門下 你們記不記得古裝街 是有一條橋, 而且下面是有水的? 嗯 我們現在就在那裡了 我們去了 然後記不記得附近有一個教堂? 嗯 我們看在裡面 然後最後就是大廟 大廟裡面是不是有很多神像? 嗯 路過這裡, 我們就回來了 我數三二一 我們就可以打開眼睛 但我們千萬不能鬆開手, 好嗎? 嗯 3、2、1 接下來我們可以嘗試問一下靈體的問題 他會在我們隨便一個人裡給我們訊號 因為我們現在問的是yes no問題 嗯 所以如果是, 他會給我們一些訊號 好嗎? 好, 請問現場來了的靈體 你是否我們TVB的同事? 如果是, 請你給我們訊號 我們其中一個人吧 你們感覺到嗎? 都是在左手邊? 都是你的嗎? 對, 左手邊, 左邊的肩膀 我這次沒有 是你那裡, 就是TVB的同事 是TVB的同事 因為它動就代表yes 好, 同樣的第二條問題 我們想請問一下你 是否我們TVB的藝員同事 是藝人? 在我這邊 我也有 你也有, 我們一起有 我們一起有 但是它是我們公司的同事 是藝員 是藝員 那我們下一條問題 你是否經常拍古裝? 我有… 你有, 在這裡… 我在這裡 我也感受到這個手震 我是問一條最敏感的問題 請問你是否自殺 在Jojo這邊 是, 我感覺到… 我也感覺到… 是嗎? 在她那邊 是 在她的人 你還有沒有問題 我想說謝謝 你也很客氣 是 前輩 我們怎麼可以謝謝… 因為他們很好, 肯… 我們要請她離開 好… 是, 很感謝你解答我們的問題 也很感謝你到來 因為我們現在要跟你說再見 所以請你回到原位 或者我們有機會 我們再請你上來說話 走得很快 是呀 是嗎? 是呀 過一下那個流 挺快的 是呀 一吹風就走過去 其實挺神奇的 剛才你們感受到那股電流 是很大, 很厲害的 因為我們在古裝街有油 所以是古裝街吸引它回來的 原來是可以過去 我們的思想過去 然後再帶一點 你們兩個不用緊張 可以放手了, 可以放手了 你不說就不敢放 我們集中那個問題 其實她是我們的藝員同事 你在這裡我就不太害怕 請你們三位過來 對, 我有很多問題 因為為什麼?真的有很多問題 剛才我想陳發齊師傅 我和姚英 你知不知道請通靈的時候 我們現場發生一件事 可能你們太集中 你們不留意到 你有沒有留意到 我和陳發齊師傅一起看上面 我都有看一看 你有沒有看過? 我都有看一看 突然上面有人敲燈 敲了很多次 敲了很多次 因為這裡是不可能敲燈的 敲燈的那塊蓋子 真的嗎? 是的 你知道我們一起就是… 因為不知道有沒有鏡頭 看到我們 我們… 誰在那裡敲上面那塊蓋子 我們回去看看… 不是, 你會聽到影片有聲音 敲上面那塊鐵皮的蓋子 師傅, 你剛才… 我先問你 剛才為什麼通靈的時候 上面會有東西敲響呢? 剛才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或者感覺錯 我覺得是有兩、三個小朋友到了 除了你們通靈的那塊之外 我不知道是不是小朋友見到這裡 這麼多東西, 玩得這麼開心 到處玩, 是的 其實也不奇怪 因為我們這個本身… 大家觀眾已經看到的廠 就是我們現在直播零接觸 其實我們對面有一個很大的廠 就是Exceler 是我們做兒童節目的廠 是… 其實也不奇怪 不是, 想問兩個人 因為羅榮我不問了 問你們兩個剛才通靈的什麼感覺 因為你們沒有說這種感覺 就是什麼觸電的感覺 就是想聽你們說的 而且我看你們一定要保持對手 一定要保持對手 因為隨便有一句有反應 其實另一個人也會知道 是, 很多時候 我突然感覺到羅榮那邊 他有些東西正在震動 我其實也正在震動 其實我震得比較大 有時候在手上 但說到比較敏感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是全身震動的 其實你知道剛才我有點懵吞聲 衝過來, 你們別走 問問他有什麼需要幫忙 因為你們說, 請個酒 你知道我剛才挺緊張的 問問吧 你看到我看世界杯 對, 看世界杯 對, 我看到你們很集中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這樣 因為我剛才跟自己說 儘量放鬆 因為我知道 其實我們公司有很多朋友 都很正常 但同時其實他們很友善 因為他們知道我們正在拍攝節目 其實很多時候的效果 他們都幫忙做出來 我剛才覺得很好 他們都很願意幫忙 因為你不可以保證 你一定會聘請到上來 他們可以不來 不可以不展示你 你又不是交給他們 我想問有什麼方法 可以多謝他們 因為剛才那個很大力 他很願意說話 對… 又不是那麼容易的時候 他很弱 但剛才其實我… 他是拔, 直接拔我們 你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很大力 很願意說話, 很想表達 我如果那一刻不快點停 他不停想說話, 不會離開 所以我怕你們兩個 可能之後會很害怕 不如先結束 如果有事要幫忙, 事後再幫他 更加你可以跟他通話 因為我自己真心的 無論同事是什麼人都好 他留念在這裡 我真的有什麼可以幫忙 或者燒給他什麼 我們是願意的, 真的 人我們也幫忙, 靈體我們也幫忙